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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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来 出口 真棒 真棒哈 来 走 起来起来快来 来嘛 来 过来 来 走 来 整棒 整棒哈 来 吃一口 谢谢啊 好像有点默契了 这下兰兰应该放心了吧 哎 怎么了 香香 哎呀 卡住了 谁 谁 他有一个特点 吃东西的时候 你本来看他吃得很顺畅了 他突然卡格了 他就这样 就听声音了 是吗 这只熊猫 它对声音特别地敏感 以前有一个鸟叫 不知道什么鸟 反正又把它吓到了 它吓到它就会 在里面走动得比较频繁 而且它的情绪 恢复的时间特别地长 一般情况 有的熊猫嘛 它大概半个小时 它就恢复了 但它不行 它可能就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甚至更长 最后我了解了一下 它从出生的时候 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待 它没有换过位置 说跟我们这边 周围的环境就不一样 好不容易接纳了兰兰 又被怪声音卡住 想要继续通关 真是不容易 香香加油啊 小鱼的嘛 小鱼哈 没啥子的 是吗 它很聪明 真的是很聪明 也可能就是 因为太聪明了吧 可能他对心意 就不特别能感 什么 没有啥子 爆红 变卡顿熊了 什么 你都要跟他讲 没有啥子 你慢慢吃 没了啥子的 生活过来 就跟他讲 他想慢慢吃 什么 好 谁 香香 你快卡成PPT了 什么 你要叫 你别人 你别人 我 你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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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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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建房子 原来是在给香香准备生日派对 好热闹啊 日本的粉丝也在为香香祝福呢 他们的粉丝也在一起 真的很幸運 像是找尋家 想不及悲心 我感觉很可愛 我快要去中国 我希望找尋家 我吃了 今天是我们相相 滿六歲的生日 我们用竹子 给她做了一个蛋糕的雏形 我希望她在以后的日子里 能健健康康 一切都顺利 我吃了一个 平平的 等一下 快出去了 来 来 吃到你 嘎嘎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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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快点 回来 吃点鱼 吃点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